接下来请听文学四季 一个人的住房 两个人的沙发 还是全家人的客厅 无论你在哪里 周六的后午茶时光 来一场温暖的文学回旅行 教育广播电台与趋势教育基金会 邀你一起畅游文学四季 勇闯古今中外最迷人的文学小宇宙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到文学四季 这一档的文学四季非常开心 邀孟荣老师又回到录音室来 跟我们在空中见面 邀孟荣老师上一次谈到诗跟绘画 当然都是他生命中两样非常有成就 也非常有影响力的创作形式 我也曾经问过邀孟老师 什么样是诗 诗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触感觉呢 邀孟老师这回是不是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诗的感觉 对我其实觉得有时候遇到一本诗集 然后那本诗集里面有几首诗 我今年的年初写了一首诗 因为我觉得我讲话很混乱 反而我写诗也许能够把那个感觉说出来 这个很短一首诗就叫做《我读诗》 《我读诗》这个是题目 如幼儿那般的欢欣欲无知 翻开书页 我读诗 我读诗并且等待 认真等待 永远等待 等待一种撞击 一种四种置顶的站立 让我心疼痛 急之以狂喜 仿佛是阔别千年之后 于那人的不期而遇 是 邪老师 所以一个敏感的诗人 他读到好诗的时候 那种感受也是特别特别的强烈 刚刚读的这首 这是您比较新的编动手诗 今年编出的 今年才写的 当然一定是长期对于诗的 怎么样感动您的这种力量 好像一个归纳一样 那真的就是我想到 美国一个女诗人 叫Emily Dickinson 她说如果一首诗 不能够使我全身发冷 烧了火都不能够暖过来 或者让我 好像头皮被掀掉一样 那种感觉 那她就不是诗 所以她读到一首好诗的时候 她是有这么强烈的 自己的肢体身体 就马上反映出来 她被感动的那种力量 真的 我想同样的感觉 同样的感觉 好诗真的是感动人的力量 非常的强大 而且我觉得她好像是一种释放 就是说我想不明白的 我不知道的 我困扰的 突然之间好像 她告诉我听了那种感觉 叶佳寅老师说了一句对于这个 她说读诗和写诗 是生命的本能 假如诗写的少 她可能歌唱的很多 那歌里头 其实是诗的另外一种形式 只是她可能需要再过滤 把那些歌词好的过滤出来 就像诗经其实也传唱 诵词本来都是唱的 当中特别有意识的 把文字写的更精简 更精炼的流传下来 它就成为好诗 这种需要我觉得在人性里头 它永远有诗的需要 也是叶佳寅老师说的 任何生命都有权利表达自己 那我觉得这个表达的方式很多 可是确实诗是最直接的 有时候读到一首好诗 那个心里是很感激的 好像得到一个珍贵的礼物一样 对 但是我会觉得 一个诗人同时会画画 这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当说幸运 好像你们平白得到 不是 你是经过非常长期的 这种专业的训练 跟自己的投入 还有不断的创作 但是这两者之间 当然也还是一定有关联的 您的诗对于有一些意象 比如说荷花的意象 表达了很多 您的绘画里头 荷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而且用各种方式 我上回提到说 去看您的那次的画展 您有非常大幅的 对 对 荷花 从年轻时候就在 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植物园的 后面的荷花池 一直在那里画 我刚才坐车到广播电台的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好多年轻的学生 拿着画板子 还在画呢 我就觉得那个就好像是从前的我 对 我的从前 提到荷花 我就想起来 我今年被抓回去 在中华民国笔会当会长 推会长就是头号义工的意思 笔会出过一期 因为笔会都是英文初刊的东西 那么就出了一本英文的绘画卷 那是从书里头的一册 出了非常的美 可是那个美呢 一大部分是因为那个封面 用了您的荷花做主题 它是一个极紧的 封面是用了好多位 好几位 对 但是最重要的那个骨干 是您的荷花 不感到 非常的美 我好像插了一个广告进来 对 那本确实很值得 知道的人不是那么多 很可惜 我要说的也是 做的工作 这几十年来 就是把台湾的文学 推介到世界各地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 好像很多人知道 以为它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您说好像 很多人不是很知道 但是其实它的影响也蛮大的 国外一直有这个 对 笔会的记刊在 对 还是很重要 而且我们快要一百年了 就是记刊只有四十三年 也很长了 对 笔会快有一百年 对 笔会快一百年 对 我们是国际笔会 最早进去参与的 我们第一位会长是 蔡元培 对 所以真有历史 而且他也是推广美誉的 对 所以正好是美誉 跟这种文学教育 是一结合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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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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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我们会来谈绘画 因为我也很喜欢您的话 所以忍不住就一直想听听您的绘画 不过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诗 您也自己做一点插图吗 我的插图就是这样 我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 自己认为自己是专业的一种分类吧 就是我在诗集上的插图 我要黑白的 那我画的油画 那种很大张的油画 我不会拿来做插图 因为奇怪 我就觉得诗本身白纸黑字 那我希望那个插图也可以是 白底的黑的线条 受尽的 对 但是我最早的那两本 《七里香》跟《无愿的青春》 那两本上面的插图 我其实现在跟您说 那个时候因为孩子小 画油画不敢在家里 我另外找一个画室 那么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画这种针笔的素描 为什么呢 它很干净 手洗干净了 然后一直笔一个干净的大本子 那么我就在两个孩子的床前面哄他们 他们如果要我抱 我都不用洗手就可以抱了 我手是干净的 如果他们很乖呢 他们就一直看着 妈妈也许我编故事 给他们一边编故事 一边我底下画那个线条 所以有一次是哪一个报纸 在做这个插画的50年的一个回顾的时候 问我 我就说我不能算插画家 我说这是一个母亲在两个小孩子的床前慢慢画出来的 所以比较有耐心 有点像音乐里头也出现摇篮曲一样 所以有人问我说你怎么画的那么细 我说因为不能离开孩子的床 所以就认真的耐心的话吧 您的小孩会醒来哦 看着看到妈妈新完成的作品 那也是非常温馨的记忆 您刚刚提到这个七里香 无怨的青春 那是您比较早的时候就出的 而且几乎是一一出版 就洛阳纸柜 受到大家非常高度的喜爱 我想象不到 我不知道 完全没有预料到 我觉得那当中表达的这种感性 一方面是把景物跟感情做一个结合 年轻的岁月慢慢过去 然后也想象很多 未来在某一个前方的时间点 回顾的时候的感觉 待会儿我倒很想留一点点时间 习老师是不是也挑一首喜欢的诗 那个阶段的留下一段朗诵 给这个节目大家可以来共享一下 但是我想大家也很想知道 在80年代前后大陆开放了 然后您就终于回到蒙古高原 见到您的家乡了 但后来的写作也多多少少反映了那样的经验 是不是您也谈一下这一段 对 因为我现在才明白 就是诗是其实跟着你的生命走的 所以最近有记者访问我的意思是说 你早先的几本诗集让你得到盛名 你为什么现在反而跑去写蒙古 那你的写的蒙古并不能像你从前的那样 让你得到这么多人的反应 你为什么选择去走另外一条路 我说其实我走的都是一条路 我当初并不知道诗会受到别人这样的喜欢 当然这样很温暖 这个社会给我的这个温暖 我是很感激 我不会排斥的 但是我本身就是像刚才 我跟黄老师说的 这由不得自己 那个诗是他要来找你的 所以他就是说你得把这个感觉说出来 那等到我用笔 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找那个对的字的时候 写完了我才知道原来我想说的是这个 所以当我见到了自己的原乡的时候 那些感觉都跑进来了 所以对我来讲是生命并没有转弯 生命就是一直这样走过来 我在写七里香的时候已经是一种回顾了 但是进到了高原以后 我除了是一个新的世界对我开展以外 其实我也在回顾 回顾我幼年的时候 对这个不知道的原乡的一个憧憬 所以我想说那个火种其实很早就埋在我的心里 只是没有机会燃烧 因为一切的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 对于我的原乡 我不能说别人没有给我好的教育 我只能说这个教育不是以我的原乡为本位的 我也不能怪 我在这个汉文化教育里面受了教育 所有的古诗 所有的现代的诗歌 对我都是非常好的营养 但是要找一首 关于真正的我自己的来源的诗 也许就是匈奴歌了 对不对 使我七连山 使我六厨不翻西 使我胭脂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就是少得不得了的 但是等到我在1989年以后 有机会站在自己的原乡上面的时候 所有的讯息都来了 那就是我想这个火种 可能在你出生以前就有了 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 你碰到了 回到那个土地上 全部烧起来了 所以其实我当初写七里香的时候 也是我不得不写 那我现在写蒙古 也是我不得不写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因为它是跟我的生命有关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能够在中年 其实我那时候1989 我已经46岁了 我以为很晚了 以为来不及了 这么晚才见到原乡 就发现也信的也二十多年了 我每年都去 每年都找机会一次两次 或者三次去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 它是我原来属于我的血脉的 可是它的文化 对我来讲是全新的 所以那个全新的东西 就激发了我的求知欲 那有求知欲以后 如果得到了一点知识 或者得到了一点感触 就不得不写了 所以我就是不得不这样去做的 都是很自然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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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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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一个阶段你得到不同的启蒙 就发而为那个阶段的创作 当然您在中年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 是回到自己最早的原乡 这样的经验当然比较少人有 所以对您尤其对本来这种知觉的反应 就是非常强烈 诗人来说那一定产生的影响更大 所以后来您有一些书江山友代也是后来写的 江山友代我听说是在广州出版就一下子卖了150万册 其实我的七里香和吴苑的青春到现在还在再版 那累积的量已经是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倒映的也很多 我自己是想说另外一件事是就是关于倒映的事情去自己去做到 我没这个时间 所以我想把我的心定下来 也我自己愿一些的 但是对我来讲 能够在中年见到原乡 我是说我好像进入了一个 就是我是那个试验品 而我会被选择作为试验品呢 是因为我的命运 就是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生在外地的 父母在战乱的之间把我们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又很早很快又把我们带走了 所以出生地对我来讲是很短暂的 但是这个血脉对我来讲就是唯一的了 就是我第一次站在我父亲的草原上 第一次到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第一次 可是我我身体里面有个反应 就是也是整个人就是紧张 就说我见过我来过 所以我一直在车子上到那个蒙古高原上的时候 快接近我父亲的草原的时候 我一直在叫说我见过我来过 一直叫说怎么那么熟 结果您知道那是1989年 而201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颁给三位科学家 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呢 是人脑里面的海马回 因为我们知道海马回是主管记忆的 结果他们三位的研究 是说他不单主管记忆 他还主管空间的认知 所以他的意思说 这三位科学家解决了哲学家 数百年来的疑惑 就是说人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方去以后 第二次可以再去 不用带地图 隔了这么20多年以后 我才明白 我第一次到了我的父亲的草原上的时候 我是那个实验品 我以为我是第一次来 可是我脑海里面的海马回说 我们是丛林救地 可能在您出生的时候 那已经在身体里头带了一些 那些基因的记忆 这时候醒过来就在运作了 就在告诉你什么了 所以相仇本身不是一个情绪而已 它跟生理有关联的 所以它是很科学的 我现在发现 如果以从这样来讲 我们差不多也可以说 一首好诗 也所以会使我们好像颤抖 头皮发麻 那也是他把我们的基因当中 某一些跟他的关系就忽然唤醒了 对 这时候你就去 就回应他了 他在呼唤 你就听到 这是我熟悉的声音 您的解释太好了 我还不知道能够这样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他把我们生命里的某些感觉唤醒了 对 因为其实我从小 我也是小学时候 抓到什么就读 但是有时候就很幸运 就抓到一首诗 或抓到一个很好的作品 那时候自己的累积的东西 其实是很有限的 可是好坏你马上就能分辨 当然这跟每个人 也许性像 天性如何 有人是对别的另外的东西 也比较容易反应 但是就是说 他一定是先天 已经有一些东西储备在那边 就等着要回应外界的好东西来召唤 我们 我真的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可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再跟习老师这样子好好的来谈写作 对我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 各位听众 那我们跟习老师的对谈 就到这儿告一段落 大家休息一下 下半段我们再回来谈一个文学的题目 待会儿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眶 在这个牢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